杨老师 杨老师 你怎么了 杨老师 我死了 杨老师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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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 她叫小萱 她是杨婉的 手胞胎妹妹 但是很不幸 在八年前 她在一次登山的过程当中 遭受了意外 杨玄老师 您为什么会一个人待在这儿 展会上的那些作品 都是您亲自制作的吗 为什么用杨婉的名义发表 杨老师 杨老师 您 您怎么了 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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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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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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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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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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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两个一起去登山 迷路了 我太太崴了脚 小璇说去找路 一找 人就没回来 只在几十米的山剑下面 找到了她的遗物 事情之后 我太太就一遍又一遍地说 如果当时死的是她就好了 如果小璇还活着 她肯定能够更好地继承 让我岳父一致 因为她是最出色的 自那以后 抱着她会穿着小璇的衣服 把自己打扮成小璇的样子 躲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房间里面致辞 等她醒了 我问她 她全然不知 你还想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 萧先生 对不起 实在不好意思 我问她 你 למ�试 变成了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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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再早 你是方杰派了个卧底吗 想尽各种办法来折磨我 说话呀 你哑巴拉 是我先来的 你是不是也被她传染了 你怎么能跟她一起胡闹呢 杨婉是目前国内知名度很高的 新锐艺术家 现在这么仓促 我去哪儿找替代品啊 不试用 这件事真的是我的责任 你不要怪她 你为什么总护着她 我没有 你说什么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那边知道王姐受伤了 趁机把文周截胡了 雨再走 去片场 感情深厚的双胞胎 有着常人不能理解的心灵感应 由于妹妹的不幸去世 她被陷入不可思议的幻灭当中 甚至模仿对方的创作风格 或许是 过分思念的缘故吧 我有工作要赶回去 就不陪你们过去了 不过你要记住 这艺术的热忱 与执着是一样的 明白吗 走了 还不快走 去吧 等会儿 做什么 平静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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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